用我的镜头说故乡是 宜兰首席在 为了发掘宜兰青年的无穷潜力 宜兰县政府劳工处青年事务科 招募青年返乡攻读计划 培训五位大专生成为青年小记者 利用两个月的暑假走访宜兰采访在地人物 用青年视角记录宜兰故事 兼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成果发表会 县长林子庙 三英乡长以及多位县议员等人都到场肯定 我们在暑假这一段期间 希望年轻人的回流 希望我们的宜兰县政府成立的青年事务科 这些年轻人专人服务 专人陪伴 专人的辅导 宜兰县有十二个乡镇 每个乡镇都有它的特色 青年的小记者 然后他有拍了八部的影片 所以这些影片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我们年轻人用他们的视角 用他们的语言 用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影片制作 跟其他的 比如一般商业型的影片是非常的不一样 我想刚刚大家看到这影片是非常感动 而且是有感受的 年轻学子在整个在伊兰县 在我们暑假这个期间 有八部影片吧 谢谢大家 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发掘出来 政府做你的考树 继续回家 创业也好 就业也好 我相信大家 各位青年朋友一定做得到 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勇往直前不要放弃 那我相信未来用这些的记录 能够更在网路软体上面更广传 让各地各角落的所有的人 能够知道我们宜兰的特色 五位青年小记者 陈鸿泉 杨成军 郑翠璇 陈雨昕跟李昆昌 都在外线室念书 每个人拥有不同的专长跟技能 两个月来 他们靠着团队合作的默契 制作八支宜兰在地青年人物的纪录片 而他们自己也在采访的过程中 更认识家乡的美好 在我以后变得更厉害的时候 我可以就是拿起我的镜头 然后迈起我的双脚 就是继续在宜兰 就是走遍宜兰 然后希望可以发掘更多宜兰有为青年的故事 我们采访了走遍宜兰 然后采访了很多在地的青年 然后用我们的镜头 然后向大家分享我们遇到的这些有趣的故事 然后我也很感谢我们青年科的科长 还有我们工作的同仁 一起工作的伙伴一起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然后最后我觉得希望可以在未来 我们可以持续地会有宜兰这块土地 让大家可以知道说 让全世界可以知道说宜兰这里有多么的美好 然后我自己也在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一些社群媒体 然后我就觉得说创业其实就是一个 确认好的目标 然后不断去寻找问题 还有解决问题的过程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制作的影片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影片可以带给 宜兰创业青年就是很多的正能量 在剪片 然后采访 然后拍摄 这些就是有哥哥姐姐们带着我一起去完成 然后去突破自己 然后学习并成长 那很开心能够在这边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成果 高兴会这样跟我们赞生 我们早上在拜的学习 然后 第一次向我这五位青年小伙伴 做会发表我们宜兰的这些青年的故事 那真的要感谢县长妈妈 让我们还有县府的同仁 举办这次的这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相聚 然后继续为宜兰付出奉献 让宜兰这块土地可以越来越好 宜兰县政府劳工处表示 八支纪录片的人物有新住民妈妈 青年创业家 青农跟在地产业二代等等 民众可以到宜兰县政府青年事务科的粉丝专业 或是宜兰人 伊兰的YT频道来收看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伊兰手情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